在地球的东方 有一个善于创造奇迹的国家 千百年前 为了捍卫中原农耕文明 先人们在华夏大地的北部边疆 自西向东 修筑起一道举世文明的万里长城 然而 另一种威胁却危及长城内外的中华文明 为了捍卫国家的生态安全 中华民族的子孙们 正在用亿万棵树 建造一道更加宏伟的绿色长城 赵爱国 中科院沙漠与沙漠化重点实验室的专家 在实验阶段 他每天都要和这些沙子打交道 这个实验室 最初是为解决包兰铁路杀害影响而创办的 随着三北工程的持续推进 他们也从服务修铁路 跨界加入到修地球的行列中 这是个风洞实验室 它主要研究这个沙漠如何启动的 然后就是我们的植被建设 达到整个密度下最好 风洞实验研究 可以精确掌握灌木丛密度 对沙漠力度和启动风速的影响 进而为地表植物的选择和种植 提供科学依据 科技公关 极致制沙玻璃 在三北防护林建设过程中 科学技术的应用始终是强大的 攻坚力量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扇佐齐西南部 和甘肃省中部边境的腾戈里沙漠 是我国的八大沙漠之一 在蒙古语中 腾戈里的意思是天一样辽阔 在腾戈里沙漠的东南边缘 矗立着一座城市 宁夏中卫 这里22.7%的面积都是沙漠 1958年 我国第一条沙漠铁路 包兰铁路 在中卫沙坡头地区 穿越腾戈里沙漠胜利通车 为了防止铁路被封沙吞噬 中卫固沙林场成立了 在顾沙林场干了一辈子的笛长存 对腾戈里沙漠的风沙 再熟悉不过了 你这刮风的沙子最不都刮起个好人和沙狼一样 沙子跑得特别快 那一过一过那个沙子就往前涌着就那样 过去中卫的好多切都让它压掉了 好多放不都让它压掉了 所有人就叫它晃动 不好值 因为流动性太大了 当时 我国对沙漠自然属性的认识 以及如何治理沙漠 知之甚少 今年七十多岁 中卫铁路固沙林场的老厂长张克志 依然对当年治理沙漠的场景 记忆犹新 沙漠都是腾河里沙漠的东南前沿 沙子都流动了 什么根本就没杂着的地方 很难再说 所以要治产首先得把沙子固定了 流动沙子固定 一开始我们就用了 每条平铺的沙子表面 一长风就传进腹部 全部吹光 在我们的职工 在平铺这个美草药壁 吹走的时候 他深受用神戴的铁鞘 这些美草药挡了一下 随手扎到沙子里边 当时谁也没有当一回事 大风过后 我们到现场调查 所有的美草都被风挂得一干二净 唯一有这个扎到沙子里边 这些美草在这儿和闻死不动 这就是受到了弃法 第二年我们就好好找职工 不管用拾木方法 拾木形式 把美草都扎到沙子里边 不要再扑到上面 这样也有些职工就扎了 无法把我们大的 小的 零形的 马肌形的 圆形的 放的等等 把麦草扎在沙子里 为什么能防风固沙 什么形状 面积多大的草方阁 才能发挥最佳的固沙效果 林业工作者开始在沙坡头 进行各种试验和应用 1978年三北工程启动 按照治理需要明确了 先易后南 由近其远 先其后缓突出重点 规模推进的建设原则 根据不同区域的自然特点 和社会经济条件 将工程区划分为 东北西部地区 华北北部地区 黄土高原地区 猛新地区 四个大区 确定了22个区域性防护林体系区 和59个防护林类型区 并且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 对推广的林业技术 进行了合理的选择 草方阁固沙技术 在三北工程的沙漠地区 得到了大范围推广 林业科技人员 也开始更为系统地 对沙漠进行研究 在研究中 他们发现 草方阁固定流沙的秘密 这是因为 流沙主要在近地面 20厘米运行 草方阁能增大地表的粗糙度 同时削减了风力 由于贡献突出 草方阁固沙技术 获得1988年 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998年 联合国UNEP全球环保500家 UNDP荒漠化防治最佳实践奖 三里工程是个规模宏大 且极其复杂的生态修复工程 那么光靠環境和干净是不行的 它必须要遵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规律 那么更需要科学精神和先进的科学技术 在中科院风洞实验室 赵爱国在用科学数据验证草方阁的固沙功能 如何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现在我们做这个实验主要就是针对几个不同的方格的尺寸大小 来模拟哪一种是最佳的 到目前大范围推广的是一乘一米的方形草方阁 这是通过无数次实验应用后得出的固沙最佳的模式 网状的草方阁如同沙漠微型防护带 环环相扣连成一片 是一种防风固沙涵阳水分的有效制沙方法 草方阁逐渐蔓延成为固定沙漠的大网 也成为富裕草木的摇篮 草方阁三年后就会慢慢腐化成为有机制 林业科技人员认为 在草方阁里种活植物才能真正发挥固沙制沙的作用 然而即使是在固定住流沙后的草方阁里种活植物 也不是那么容易 成活率也就达到个三四十 第二遍又补植又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左右 到了第三遍又补了个第四遍 才成活率给到了百分之七十左右 成活率为什么不高 唐熙明发现在种植的时候 挖坑会把湿润的沙子翻到地表 这使得难得的水分流失 这也许是成活率不高的原因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个造雷的过程中天气特别热 走雷了用一个煮的柜子这么走着 在走的过程中发现在沙漠里面 沙上土壤还速松穿了个洞 然后苗子我把苗子放下去 放下去以后成活率比较高 在这个启发下我就造了这么个解溢的沙漠造雷器 很容易的 这你看很多几个根锡 在这个根锡的同时 再用插直接插上很容易 同时这个造雷的深度达到了五十公分 保持了地下的水飞 提高了造雷的成活率 这个看似简易的沙漠植树器非常实用 使沙坡头的造雷成活率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五 如今中卫成功地将沙漠积推 跌了二十公里 沙漠边缘地区许多昔日的流动沙丘 已经被灌草结合的植被牢牢锁住 沙地表面出现了植物腐植制的结皮现象 这说明植被正在慢慢恢复 以草方阁为核心的制杀科学体系 被世界公认为人类制杀史上的奇迹 草方阁也被世界亲切地称为中国魔方 现实没有魔法 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精神 却比施了魔法更令人赞叹 三北工程中 从种什么树到种树的技术措施方法模式 没有科研公关和老百姓的智慧是不可能实现的 三北地区服务员辽阔 地形复杂 气候多样 一种模式 一种树种全面推广 是不科学的 林业科研人员的脚步 踏遍了三北地区 针对不同的地方特点 选出不同的树种 确立不同的治理模式 比如 位于宁夏的延迟县 年降雨量只有200毫米左右 栽上高大的桥木 会消耗掉大量的地下水 所以在这里一直推广种植的是 凝条等灌木 而在科尔沁沙地 情况又不一样 科尔沁沙地位于内蒙古东南部 是中国最大的沙地 在退化成沙地之前 这里曾经是一壁万里的大草原 由于这里水分条件相对较好 在植树造林过程中 就选用了当地的桥木 作为了主栗树种 科研人员发现 最先种植的效果还很不错 然而随着种植范围的扩大 问题开始凸显 解放以来呢 我们国家 包括我们的老本生呢 都渴望尽快能装置流沙 尽快能固定流沙 所以我们的专家呢 也用枢列地主文学的观点 在经过测试研究以后呢 提出了40%的覆盖度 能够完全固定流沙这个标准 进入我们国家的造林技术规程 多少年来我们按照这个规程来造林 结果呢 我们的固砂林密度太大了 违背了以水定令这个法则 导致我们的固砂林 出现衰败死亡的现象很严重 面对这样的问题 杨文斌团队探索了一套 低密度覆盖固砂的技术 这个模式是原来林木的覆盖度 从40%降低到了15%到25% 这样不仅可以使林木有足够的水分 正常生长到成熟林 同时也可以充分利用自然植被恢复 形成桥灌草相结合的结构 这种模式在克尔庆沙地推广后 不仅达到了固砂制砂的效果 又符合水量平衡原则 促进生物多样性的发展 同时 同时 以卵石防火带 灌溉造林带 草杖植物带 前沿祖沙带 封沙玉草带 五代一体的制沙防护体系 也在逐步建成 像沙漠的固砂造林技术一样 在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区 一项项包含着三北人民智慧的林业科技措施 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上世纪七十年代 黄土高原是中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水土流失面积占这一地区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 黄土高原的矛盾焦点集中在一个水上 在这一区域 有的时候很长时间不下雨 然后突然一场雨把全年的降雨量降下来 雨水金贵 但留不住雨水 这是黄土高原的突出问题 解决水土流失难题的渔林坑 与祖史封沙的草方阁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个个在黄土陡坡上挖出的小坑 巧妙地将雨水截流在树坑内 远远望去 这些树坑就像一片片鱼林 挖鱼林坑修淤地坑 有效地解决了水土流失治理问题 使造泥成活率提高了20多个百分点 曾经光秃秃的延安宝塔区 如今山上生态林带茂 经济林果树蝉腰 沟底淤堤坝良田垫底 据世界园芸学会统计 2016年世界苹果总产量7600多万吨 中国达4380万吨 其中黄土高原的苹果栽培面积 就占全国的三分之二 三北地区造林难 成活也不易 科研工作者一直希望通过科学研究 找到提高造林成活率的方法 从小在黄土地上长大的朱青柯 对黄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 他带领研究团队 脚步踏遍了黄土高原地区 记录着各种数据 以及不同地式树木生长情况 他们从这些海量的数据中 找到了提高造林成活的规律 我们就应该在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地形上 能长桥木的地方 我们可以设计成桥木 能长冠木的地方 我们设计成冠木 能长草的地方 那些林子不能活的地方 我们就不要去设计 种植桥木或者灌木了 这就是我们的 静自然的精准设计 通过更加细分 黄土高原的山式地形 和水土的特点 朱青柯教授 运用近自然精准设计造林技术 按照森林的规律去造林 用更为精准的方式 保证了树木的成活力 在黑龙江的败泉县 有一种被当地人称作 接班林的防护林 它的第一层是高大的杨树林 第二层是张子松 杨树和松树 共同构成了浓密的 农田防护林体系 这种接班林的诞生 主要是因为杨树是素生树种 它在25年后就开始成材 能够为三北地区的人民 带来经济效益 为了继续起到保护农田的作用 林野工作人员 提前在杨树旁边 种下了张子松林 来慢慢替代 已经成材的杨树林 三北工程的40年 充分体现了 从建设之初的防护林构建 与经营技术研究 到如今的深入分析 防护林衰退与恢复机制 和全面评估 防护林建设生态成效研究的 科学内核 在治理沙漠 改造水土流失的过程中 三北工程建设者们 始终坚持科技兴灵的方针 40年中 数以千计的适用技术和科研成果 已经在三北工程中得到运用 并产生巨大的效益 飞波造林技术 突破了年降雨量200毫米以下 不移飞波的进区 抗旱造林技术 使年降雨量400毫米以下的干旱地区 造林成活率有30% 提高到85% 三北工程建设者们 坚持因地制移 因害设防 移林则林 移草则草 移灌则灌 依靠科技创新推进工程建设 探索出一套 适合三北地区区情的生态治理技术路线 形成了我国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基本理论 三北工程向世界交上汉区生态修复 成功实践的中国方案 三北工程40年 科学的初心是从风沙和泥流中产生和生长的 如草方阁 生灾造林技术 容器育苗 净流林液等等 一批三北工程科技项目 无不彰显着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中国智慧 无不圈刻着实践理论再理论再实践的中国模式 科学思维和技术不断革新 是三北工程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 更是三北精神不屈不挠的真实写照 oleh百合的水流 胡亚麻 胡产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